正义虽然来得有点时,但终于还是来了,闹得被费洋洋的电影当轰炸,曾定于本月26号上映,终于以悲剧落幕,导演肖峰的微博宣布取消上映,一部洗钱电影,居然给自己贴上受到压迫的标签,他无不伤感地写道,再多的事实都于事无补,再多的清白都难当抹黑,再多的付出都难免决绝, 是到放下的时候了,放下不是放弃,只是可怜了养育八年的孩子大轰炸,把周恩赴的长城万里图改编成电影其实很好,他从南京沦陷开始写抗战史,一直写的《日本投降》,既由中国抗战史讲,又有国际视野,把国民党反动派,一边夹抗日真反共,一边跟日本人谈判跟王精卫比赛,谁卖国卖的更彻底, 都揭露得入虎三分,电影要真实地反映历史,而不是混淆历史,大轰炸所表述的年代是1938年至1945年,受害地点是陪读重庆,加害者是日本法西斯,看海报,还以为是中国空军炸日本人,但电影描写的却是轰炸重庆,电影取名大轰炸,而不是重庆大轰炸, 这是故意混淆历史吗?在欲军残酷轰炸之下山河破碎,民众死伤惨重怒火掏天,然而,演员们笑容满面地勾结呆北,幸福愉快地玩游戏,这就是大轰炸的故事吗? 笑脸盈盈的大轰炸,真是没有一点底线了,不客气地说,宰锅捅虚,乐观和抗敌都不是主流,轻者自轻,着者负着,现在的一些演员和导演沦为资本的奴才,没有自己的人格,题材再好,可让人品不好的人影还是垃圾一个,奴炎妹骨摇尾起怜,当然拍不好这重铁骨定征,那宏大历史题材电影, 当轰炸天车使用不明的资金网传至少30亿以上,仅在拍摄中就使用各种肮脏手段,弄走资金时记忆,事实证明就是诈骗,虽然这里不排除,有一部分是想真心做事的人,被称为大欺诈还挺准确,好像还可以再加个副标题,一群人坑蒙管片的故事,拿重庆人民在战定中的悲伤记忆当洗钱的工具, 吐他一堆口水都不多,格不配味,必有灾祸,八十七版三十六级红楼梦,拍了三年堪称经典,你一部电影拍八年,上月球拍去了,只能说你养了八年的孩子是一群逃睡犯,负面元素一大堆, 当然拍不出正能量,农民种水到都有道温病,只颗里无收是因为干了偷鸡摸狗的事情曝光,逃睡犯自己都承认这片里逃睡,还清白,再多的辩解,也是苍白无力,善恶中有报,过去不是不报,是时候未到,如今是后一到,用张钱堆砌的城墙, 终归会倒塌,反正都是烂片,上映不上映有什么区别,支持停播,不要玷污了中华民族这段,血泪斑斑的历史,不要影响了我们的孩子们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